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见皇上 平身 皇后 今天累了吧 臣妾不累 来 坐 皇上 吃点东西吧 好 皇子 别怕 太子已经回宫中 不会再来找你麻烦的 这些点心 是我从预算房里偷偷拿出来的 你来尝尝 好吃吗 嗯 好吃 好 多吃点 你也吃 皇上 你怎么了 没事吧 这还有要事处理 你先休休啊 皇上 皇上 是 是 好吃 这么一样 好吃 娘娘 别再喝了 你已经喝很多了 别管我 好就是好 肥就是肥 燕子宫中的红乎高昭 我却多生过了 娘娘 您这样喝下去会伤身体的 进宫这么多年 我这副皮囊 早已体无完复 再多伤一次 又有何妨 娘娘 别 我说了别管我 谢谢姑姑 正如跟贵妃又能怎样 都不如在后宫 当个白头宫女算了 你要是再说的话 你去帮我滚出去 是 帮我滚出去 是 我吃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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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爹 皇上 皇上 我以为皇上已经将真儿 抛到脑后了 怎么会呢 朕与你十字面的感情 朕是不会往前 皇上 你要答应真儿 今生今世 不离不弃 朕答应你 今生今世 朕永远不给你分开 皇上 天下女子 以得夫婿欢心为首要大事 何况你贵为皇后 昨天在宫中 究竟你有何不适之处 令皇上离宫塌亡 臣妻也未知何故 刚刚与皇上喝过和锦酒后 正要吃点心 皇上突然就发起了呆 然后便匆匆离宫了 你按照哀家的吩咐 准备几样皇上爱吃的点心了吗 臣妻一一照做 太后 万妃伺候皇上多年 深知皇上喜悟 不然万妃怎么会到此年纪 仍得皇上策封 这事 也不能全怪皇后 皇后 夫妻乃天长地久之事 这件事啊 你就别往心上放 皇上早晚会灵心你宫中 到时你好好伺候就是了吧 臣妻知道 先下去吧 是 母后 看来要除掉万真儿这个妖妇 还真非一事啊 这个万妃也太无礼了 竟然不像皇后娘娘下礼 肚子 桂城 喝杯茶压压惊吧 看你以后还敢干肚子 还敢 看到皇后娘娘那张脸 我就吓得半死了 对了 马长一说 皇后娘娘要打我板子的话 是没有人敢劝阻的 不过还好 娘娘对我一直比较宽容 你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 就算无皇后宽容 我们这些做奴婢的 更加要懂得进退 要不然你会伤害到她 也会伤害你自己 我知道 不过说真的 我真的替皇后娘娘不值 皇上搭婚之夜就走了 娘娘就已经够伤心的了 又被周太后训斥了一顿 再有就是万妃完全不把她放在眼里 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宫中的笑柄了 你看你 刚刚说你不知进退 现在又说 说得了会招惑的 这话我只会跟你说 你放心吧 怎么 只对春华说就能守住命迷吗 贵城 后宫是很可怕的地方 要提防的不是那些明刀明枪的坏人 而是披着羊皮的狼 披着羊皮的狼 我看到是没有 不过早已经露出尾巴的狼 我早就知道是谁 你指的是谁啊 我没被分配到皇宫宫中的时候 撤里的嫌弃还少吗 不过现在 倒不知道谁怕谁呢 别拿鸡猫当令箭 王鹤 他能赢得了万贵妃再说 你 贵城 他真是太过分了 你看他那个样子 好了贵城 就别跟他计较 你也知道 他不说 你会说 这本国民 是否定了 他的存在 是否定了 心疑 是否定了 先是否定了 需要 再说 能否定啊 可可 他无法性 每天替皇上穿上戎袍的时候 都是臣妾觉得最幸福的时刻 为什么呀 这世间有几个女子 可以每日替皇上更衣 目送皇上进金兰殿 与大臣们共上国事 真人能够这样长久伺候皇上 一心满意做 爱飞 你对真的好 真是铭记在心啊 皇上 自大婚之日 皇上留在臣妾宫中 已经有半个月了 再不去皇后那边 恐怕太后会有威严 这以依母后之义 把吴氏立为皇后 还要怎么样 难得连着闺房之事 她也要管吗 但人言可畏 皇上 今晚你就一驾东宫吧 一驾东宫 这 好啊 好啊 给我出去 娘娘息怒 归肠知罪 给我出去 听到没有 是 皇上 您慢点 娘娘 娘娘 皇上来了 皇上来了 参敬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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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что这 参敬皇上 即日在宫中可好 回皇上 臣妾很好 作詞・作曲 初音ミ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三百就三百 你一定要帮我办妥 那么好吧 站住 皇后娘娘是在跟臣妾说话吗 除了你还有谁 不知皇后娘娘有何吩咐 听闻万贵妃自幼入宫 在宫中生活已有二三十年 竟然还不知宫中礼仪 宫中嫔妃见了皇后该当如何 原来皇后娘娘是介意这种凡文辱节 臣妾自小进宫与皇上一起长大 就算是见到皇上 也都不需要行什么大礼 可能就是皇后太过拘谨 以至于令皇上不敢久留了你宫中 你胡说些什么 难道臣妾说错了吗 对不起 皇上就快下朝回宫了 臣妾要尽快赶回宫中 要是皇上回到宫中见不到臣妾 皇上会着急的 臣妾先行告退 宫中嫔妾 滚出去 全部出去 滚出去 是 参见娘娘 本宫叫你滚出去 你没听见吗 滚出去 奴才听到 奴才听到 奴才滚出去容易 但如果奴才滚出去的话 娘娘这口气能消吗 你是谁啊 回娘娘 我是今天第一日来伺候娘娘的 我名字叫汪直 汪直 难道 你可以让本宫消气吗 是 回娘娘 奴才的确能想到办法 掠击棉薄之力 真的 真的 恕奴才斗胆 大胆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但是这一把掌 却是被皇后娘娘消气的一颗 一颗 灵丹妙药 真好 摄击 忍肃 déjà Bots 这 peut 你 这 hören 又 让朕看看 不 皇上 你不要管我 爱妃 来 让朕看看 皇后居然把你打成这样 他怎么能把你打成这样 皇上 请皇上飞去 臣妾的封号 将臣妾送到清华 臣妾愿意囚禁念佛 留此三世 别这么说 先起来 爱妃 妖妃也是废掉那个汉妇 走 跟朕一起去母皇的平礼 走 找母皇平礼去 什么 你要废除皇后 朕不想留一个如此凶悍的人在身边 皇上 母后 请听臣妾一言 臣妾刚才与贵妃在回廊相遇 贵妃既不下离 也不让路 还出言不逊 臣妾只是一时气愤 才打了她一巴掌 以做警戒 并无伤及贵妃啊 你还敢狡辩 是 是臣妾一时失神 才没有下令 竟然遭到皇后痛的 住口 贵妃 皇宫之争 实而有之 实在是小事一宗 你只需禀告挨家 挨家自然会给你做主 你何须惊动皇上呢 皇后 你虽年轻 可你要知道 皇后是六宫之首 该以仁爱为先 哀家 要罚你抄写经书十遍 以做警戒 谢母后人情 母后且慢 此事绝不能操作作罢 儿臣跟皇后极不相合 留她在后宫 只会惹儿臣厌烦 往母后成全 费力皇后 其实儿戏啊 皇后才刚别策封一个月 你就要废除她 不合就是后 一个月十年又能怎样 如果母后不能成全儿臣 儿臣自此礼佛场寨 不再重新任何费力 儿臣传阵执意 吴航后凶悍难迅 石南管制六宫 即日起 朕费她皇后之位 贬为庶人 一军难门 皇上开安 皇上开安 放开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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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听说皇后因为打了万妃一巴掌 就被废了 皇后也不知道后果会这么严重 原来万贵妃真的是惹不得的 那你以后怎么办 张思智一向很喜欢你 要不你去求她 把你调出来 皇后一向待我不薄 现在她身边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不想弃她而去 那你打算就这样在南门过活 你别担心 周太后已经派人传话 说等皇上气消了 她会劝服皇上把皇后放出来 那就好了 春花 对不起 跟我对不起什么样 我还以为有一天 我能把你也拉到皇后宫中 就不用受蹊跷他们的嫌弃了 傻瓜 你不用为我担心 我在宫中吃得好穿得好 你呀 自己好好照顾自己最重要 别为我想太多 还有 要好好照顾主子 让她再满满过得好一点 若是哪一天 皇上回心转意了 她仍然是个漂亮的皇后 我知道了 我先回去了 好 汪植参见贵妃娘娘 平身 谢娘娘 不知道娘娘叫汪植来有何吩咐啊 除了汪植之外 其他人退下 是 汪植 姓吴的那个贱妇 被扁南门之后 情况如何呀 依奴才所见 似乎周太后 对她尚有情意 因为她吩咐少宫局 对她的一切生活所需 不容有缺 周太后一向是我如洪水猛兽 以为立个皇后就可以取代 可惜呀 她看错人了 不过娘娘你千万别高兴得太早 因为据奴才所知 周太后等皇上气消了之后 就会劝皇上 接吴后返回宫中 你猜皇上会不会答应呢 估计母子之情 皇上多少有些为难 本宫不会再让那个贱人 又出头之日 王子 你可不可以替本宫 达成这个心愿呢 为娘娘分忧 是奴才的本分 好 对下吧 奴才告退 真心不够 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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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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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 四人 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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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走了 娘娘 请用膳 贵长啊 连累你跟我过这些苦日子了 哪有啊 娘娘 您啊 千万要保重金区 皇上啊 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这段时间我也想通了 还好有你 不然啊 我真不知道怎么熬过去 娘娘 您别这么说 您这么说啊 贵长会折服的 来 娘娘 你怎么了 娘娘 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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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你怎么了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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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来人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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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桂肠 你是不是怨恨主子拖累了你 又常被责难 所以被毒杀了他 没有 我没有下毒杀害娘娘 我没有 你是如何下毒的 快从事招来 我是冤枉的 我没有下毒杀害娘娘 我是冤枉的 不招是吗 不招 那就继续打 是 是 救命啊 死救 我是冤枉的 还是冤枉的 都不招不找 没了 就是 发生了这么多事 死的是个前皇后 这件事 怎么样查出个结果 但桂肠 到底只有17岁 李尚公 如果这个案子没有定案 那就得交到刑部审理 你觉得 让我想一下 你先回去吧 是 不行 我要见李尚公 李尚公 什么事 桂肠是冤枉的 求您救救她 你怎么知道 桂肠对娘娘一向尊重 娘娘对她也爱护有加 桂肠是绝对不会毒害娘娘的 这只是你片面之词 前皇后宫中有不少人作证 说桂肠早对主子不满 不是的 桂肠从来没有对娘娘不满 对了 事发当天 我看到一名太监 鬼鬼祟祟的到私善房里头 并在娘娘的饭前走来走去 有没有可能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你认识她吗 我不认识 不过让我再见到她的话 我可能可以认出她来 可能 如果你认不出来呢 离商公 无论如何 桂肠真的是被冤枉呢 求求您一定要救救她 你要说的话 说完了没有 出去 离商公 出去 初华 初华 快点走吧 初华 走吧 走吧 快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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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送材 快走吧 快走吧 快忍 快咋 快送 快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华 车华 你还在吗 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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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晕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在哪儿 鬼城 你坚持住 你我从小一起进宫 什么苦都受过了 这次 你一定要熬过去 你们今天进了宫门 就一生一世 都是皇宫里 不管你们以前是千金小姐 还是官宦人家的掌上明珠 进了宫之后 你们都是皇上 太后 和妃嫔们的婢女 你们要重新学习宫中的规矩 最重要的是要学习 什么叫做服从 什么叫做卑微 如何伺候宫中的主子 谁也不能耍性子 发脾气 如果有不听话 私政求防 有十八种刑具在等着你们 张飞察 不许哭 不许哭 谁叫不哭 不准哭 不准哭 还不 不许哭 不听话 不守规矩 就要受到惩罚 她是我不过 不许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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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穷 That means you will find the face 踩手 紧正 双手合肚 上 这是刚用手符稍重的女孩 相貌端 牙齿齐 手 李尚公 林四正 你们过来看看 你是少春花吗 是 是 带到那边去 好 跟我走 少春花 高有首富少仲的女儿 是 你们都是书香世家 名门之后 可是为什么你们的手这么粗糙 又长马后锦 你们看从十招的话 我只会小逞大计 便把你们送回乡 要是死不承认 那就交林四正 对你们详细审问 到时候 你们只会自讨苦吃 知道吗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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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不可以 你说不说 我爹 我爹 我爹是个姐姐 这家有五十两人 买问题替她女儿接过 好 说出来不就好了吗 来人 把她带下去 想家审问 是 走 走 他们会不会把我们活不饿死 我好怕呀 是啊 已经两天了 什么东西都不给我们吃 我想回家 我也是 你怎么了 是不是饿婚了 不能在这儿乱说话 说不定商工局的人正在偷听 我怎么样没关系 但不能连累少老爷他们一家 我们在问你呀 你怎么不说话呢 哦 我没事 你们快睡觉吧 睡着了就不饿了 我好饿 是啊 家里虽然穷 也没穷到 两天没饭吃 是啊 你猜 我们说了 会不会放我们出去 嗯 哎呀 你们别说话了 快点睡觉吧 要是你自己睡 我们要说话吗 你想坦白 我知道我只想回家 我也是 要不是爹切人钱 我才不用吃这个骨头呢 嗯 我也是 不招不招 正在全招了 把他们带出去 是是 毕尚公英明 欧月儿和麦英 都已经在交谈中招任自己是冒名鼎替进攻的 只有邵春华还未招任 带他们两个出去 确认身份以后 遣返回乡 通报地方官员 追究逃避征召之人的行责 是 来人 带走 是 走 你 到底是谁 邵春华 好嘴硬的丫头 私政房有十八种大型 我看来得了多少 来人 把他压起去 慢着 让他留在宫中 带他去新宫女的住处 是 走 帝尚公 他分明是冒名鼎替的 把他打死又如何 追究下去又怎么样 宫中的冤魂还少他一个吗 我看先安排他做些粗活 日后能否成大器 就看他的造法 是 帝尚公英明 字幕庄安 提美 我人如意 您团队 都是 水不忍耀出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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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